美麗嘉明湖总照着神秘面纱 尤其是这张照片 不明物体头部呈现圆椎状 形状像是螳螂 双手看起来还有脯 这是民国一百年 玉山国家公园警察 陈永皇寻山时 在嘉明湖所拍下 媒媒媒体指称 经过美国鉴定 确认没有造假 而嘉明湖的神秘 还有1945年的三叉山事件 飞往琉球 往琉球方向 然后到东京 结果飞进了嘉明湖 结果飞机这样子转了一下 想要绕过水汽的时候 再拉高的时候 就撞到这个地方 这起悲剧造成26人罹难 而台湾的三大神秘事件 还包括营区外面出现飞碟 就是这个不明灰色圆盘物体 在屏东营区外面 被Google Earth意外捕捉 另外在墾丁台义线 山壁上的巨人脸 眼睛鼻子清晰可见 被国外的飞碟专家亲眼目击 串联这三起神秘事件 难不成能台湾是外星人的基地吗 全世界都对外星生物好奇 台湾也捕捉到不少神秘影像 究竟是真有其事 还是穿凿附会 就等更多证据来解答 第九综合报道